黎月 我今天晚上就要 你把这些文件处理好 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走 做不完不许下班 老板 这这么多文件 这下班之前我也做不完呢 做不完就加班 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给我 老板 都是老员工了 这点东西还用得着我教你吗 老板 您上一次跟我说 我已经加班一个月了 您说给我放假来着 你说你 你什么你啊 你工资不要了 还想休息 想得美 你休息了 老娘怎么开跑车 这破班 谁要上谁上 老才不干了 我 他 出水啊 你也跟我作对是吧 你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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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啊 我们是不是您的丫鬟啊殿下 丫鬟 我的头怎么这么疼啊 殿下 不会是您昨日要倾拨董家小姐的时候 被董家小姐给打的吧 董家小姐 什么董家小姐 你们干什么呀 蜀王殿下 陛下下令令您去罚场受罚 还望殿下赎罪 啥玩意儿 没往往了啊 兄弟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啊 兄弟 陛下 楚王殿下对臣女欲行不轨 您一定要为老臣做主啊 子安 你放心 朕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我去 老板 你怎么在这啊 你 靠子不累啊 逆子 你连大臣的女儿都敢抢 简直无法无天 要不是李奇昨日在访室中发现制止 你连我皇室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呀 啊 参见皇上 老板 你说玩剧本杀 你得给我剧本吧 剧本都不给我 我怎么演啊 你 你这个逆子 事到如今还胡言乱语 把他给我拖下去 把他给我拖下去 重打二十 哎 来 来真的呀 我不会穿越了吧 给朕拖下去打 皇上 儿臣约忘了 父皇 此事真不怪儿臣啊 是董家小姐也轻薄于儿臣 儿臣誓死不从 他便殴打于儿臣 脑袋现在还顶一包呢 你 你不要脸 明明是你轻薄于我 我誓死不从 数死反抗 陛下 你要给美女做主 父皇 此事虽然是董家小姐的错 但儿臣身为男人 男子汉大丈夫 还望父皇 此事切勿牵连他人 你 如果董叔寒心仍有不平 儿臣愿娶她为妻 你做梦 你这混蛋 对小女怨行不轨 还在这里巧言令色 老夫妇打死你这个王八蛋 我的棍子呢 岳父在上 我 请受小婿一拜 父皇 三弟子女 实在是巧言令色 凭空诽放 如不严惩的话 实在犹如皇家威业 你胡说 父皇 儿臣以为 李奇一定认为 儿臣会威胁他的位置 所以才处处针对儿臣 父皇 还望明察呀 儿臣真的冤枉啊 陛下 您一定为老臣做主啊 不然 老臣就一头 撞死在这棵树上 够了 你这个逆词 明知犯错还在胡乱攀咬 当真以为朕是好骗的吗 来人 再加持大板 他要是再敢狡辩 继续给朕家 打到他认错为耻 陛下 刚穿过来就挨打 这招谁惹谁了呀 还有我那个亲爹 你说他是我亲爹吗 打我还真下死手 我真怀疑我是不是他亲生的 殿下 你就别说了 要是陛下听到了 他又好打您了 我凭什么不能说 我就说 那个董书涵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本王一定要逮住他 教训教训他 让他知道本王的厉害 哎呀 殿下 您慢点 你再忍忍 马上就要到王府了 殿下 怎么了 这儿怎么这么多乞丐啊 哎 您是不知道 最近城中闹凉荒 不仅是京城 那些世家大户 现在还借此机会 控制粮食 抬高粮价 朝廷都无法振载 凉荒 对啊 凉荒都已经持续半个月了 现在陛下 都为此事发仇呢 朝廷都无法解决 这朝廷当官的都是废物吗 怎么连点小小的粮荒 都解决不了啊 殿下您消消气 还小小粮荒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呢 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不能是我 你害怕在我面前露欠 还小小粮荒 你知道即便是我父亲 面对这粮荒的问题 依旧束手无策 更何况你一个玩虎子弟 还能解决得了 怎么你爹是上书了不起啊 我爹是皇帝我炫耀了吗 你 你 你什么你 以后看见本殿下 别指指点点的 我 一见到你 我就想到一个无良的混蛋 你放肆 你放肆 懒得和你扯 小雪 我们走 站住 蜀王殿下刚刚不是说 粮荒是小事吗 竟然是小事 蜀王殿下为何不亲自十周放凉 救济百姓 本王想做什么要你管 你谁啊你 我看呀 蜀王殿下也就是嘴上功夫厉害怕了 这真要用到实处啊 你在基本殿下 我哪有 好 那就不妨立一个赌约试试 什么赌约 如果我能彻底解决粮荒 你嫁给我 当我娘子 你 流氓啊你 如果我不可以 要杀要寡 悉听尊辩 如何 好 这赌约 本小姐答应了 明天我就转立自去 没问题 殿下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啊 本王自有分寸 你且看着吧 看本王是怎么把他拐到手的 还想跟我斗 小雪 付好了 儿臣参见父皇 微臣参见陛下 免礼吧 你们今天过来所为何事啊 陛下 微臣弹劾蜀王殿下 在民间大肆囤粮 导致粮价上涨 百姓哀声载道 还请陛下严惩 此事当真 父皇 儿臣已经派人调查了 孙丞相 所言非许 这个混蛋 现在人在哪里 回陛下 蜀王殿下 此时应该在蜀王宫 好 我们找他去 殿下 我们这样大肆囤粮 会不会不太好啊 而且现在粮价又高了一倍 这样是让陛下知道了 他又好骂您了 你懂什么 我买粮 那是为了他们好 你们呢 就是目光太浅薄了 做什么事都想靠蛮力来解决 就如同这个粮价 你们总想靠着朝廷的力量去打压 殊不知这是最笨 最蠢的方法 最蠢 那要不然还能怎样啊 当然是靠市场啊 就是商人 商人 那可是剑机 他们怎么可能做得到 目光浅 城中之所以粮价高 那是因为没粮 如果粮食变多了 那粮价不自然就下来了 可是粮食怎么变多呢 总不能凭空变出来吧 商人主力 只要让那些粮商 看见城中的粮价飙升 他们自然会带粮食前往 到时候粮食变多了 粮食就不值钱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呀 就是大肆的购粮 再高价的售买 以此让粮价飙升 吸引更多的粮商来进 可是 你子 父皇 陛下 蜀王殿下所得之事 必须严惩 同时公告天下 镇上那些 私自贩粮 抬高物价的不法商人 以此 稳定民心 你谁呀你 大胆 怎连国舅都忘了 此乃当朝又丞相 孙伯远 按辈分算 你也应该喊一声舅舅 但是你舅舅 又不是我舅舅 你 父皇 三帝骄纵蛮 危害国家设计 如不严惩 不知以后还会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情 父皇 您刚才已经打过我了 您不可能再罚我了吧 儿臣这么做 都是为了咱们大旗啊 帮我 大肆存粮 导致城中粮价大涨 这就是你口中的帮我 你以为你那点钱 购买的粮食 就能帮朝廷扔财 你这个没有眼界的东西 朕怎么生出了你这么个废物儿子 来人 传朕的旨意 从今天起 蜀王在蜀王宫禁租 没有朕的旨意 不许离开蜀王宫半步 另外 莫受违法索购粮食一半 冲入国库 又违抗折斩 父皇 闭嘴吧你 告诉你 如果你再敢在粮食问题上给朕捣乱 就别怪朕不顾父子之秦 什么狗屁皇帝 这分明就是强盗 我的钱呢 哎呀 要不 我们还是不要做饭粮的生意了 我怕陛下他 哎呀 别哭了 李渊 你这个混蛋 刚走一个 又来一个 这穿越的日子 怎么那么难呢 你怎么又来了 李渊 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你就是这样赈灾的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 外面的粮价翻了一倍了 那就是我的赈灾方式 你这哪是赈灾啊 你这分明就是谋财害命 我知道你爱胡闹 我一开始也没打算 让你解决灾荒问题 只想让你开仓放粮 救济下天下百姓 可我没想到 你居然如此自私自立 你为了区区黄白之物 竟然丝毫不过天下百姓生死 你 你简直妄为大气皇子 什么 你过来 不会就是想专门骂我一顿吧 本姑娘当然没有那么闲 既然你不知道如何赈灾 那你把粮食浇准 本姑娘教教你 到底该如何赈灾 说什么呢 一个个都来抢我的粮 真当我没脾气啊 你们想要粮 自己花钱买去 想薅羊毛做梦 你 本姑娘好心帮你 你竟如此不是好歹 本王想怎么做事 用来找你教啊 你敢不敢再给我打一个赌 七天之内我李月 要是打不下来粮价 这府邸我卖了 钱全部拿给你赈灾 如果我要是赢了 你就当我的暖床丫鬟 怎么样 敢赌吧 好 这赌约本姑娘答应了 七天之后 本姑娘亲自上门 到时候还请蜀王殿下 不要反悔 小雪 送我课 用不着 朱爱卿 说说最近的粮荒之事吧 陛下 微臣弹劾 蜀王殿下 依旧不知悔改 在民间大肆囤粮 导致粮价上升 还请陛下 明察 这个混账还在收粮食 他想死吗 陛下 不止如此 蜀王殿下 还将收购过来的粮食 几乎全部高价 卖给了世家 现在京城 已经有九成 全部落在了世家 陛下 现在京城 已经没有粮食了 你死啊 这个你死 父皇 三弟此举 已经不仅仅是胡闹了 而是危害 我大旗的江山设计啊 护皇定要严惩 走 去蜀王府 女儿 你怎么在这啊 爹 我也要去蜀王府 胡闹 快点回去 国家大事 一个女儿的下诚有什么 爹 让蜀王镇灾这件事情 是我提出来的 现如今出了问题 女儿自然是有责任 所以我一定要去 行吧 千切不可多嘴啊 好 父皇 您这是 逆子 人问你 是不是又在违抗朕的命 大肆收粮 是 人再问你 你高价收到的粮食 是不是全都卖给了世家 没错 父皇 可是儿臣 蜀王殿下 你简直糊涂 你难道不知道 世家那群人 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鬼吗 你将粮食全部给了他们 他们只会向朝廷代价而沽 根本就不会放粮于民 现如今 京城还有数以千万的 三明乐这肚子 你这样做 你将他们的生死置于何地 诸考 陛下面前 怎可胡言乱语 我认为董姑娘所言不错 三弟 你这眼界不如人间一见女佣 我们皇室的领雕被你丢尽了 父皇 此举若不严惩的话 怕是不足以平民心 父皇 儿臣这么做 一切都是为了大旗啊 梁家的事儿 儿臣已经让人去做了 很快就能打下来了 住口吧 世道如今了还不知悔改 将朕放于何地 将百姓放于何地 将大旗的律法又放于何地 人像 以大旗律 私台物价 该当如何 以本朝律 私台物价 情节严重者 删 父皇 儿臣这么做 一切真是为了大旗啊 住口吧 世道如今了还不知悔改 可来你丝毫没有把朕这个父皇放在眼里 来人 把蜀王给我拖下去 来人 将这个逆子拖下去 重打五十大板 如果还不认错 再打二十 直到他认错为止 天下 如何再这么打下去 会死的 打死他 皇家出了这么一个废物 朕如何向天下的百姓交代 您听儿臣解释啊 拖下去 父皇 李元楼 我敢 殿下 殿下之所以抬高梁家 是为了您和大旗的百姓啊 小雪 你 大胆 哪来的贱婢 也敢来父皇这而已 来人 堕碎了喂狗 陛下 殿下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您解决荒凉啊 还说为了朕 你知道经他这胡闹 天下都怎么看着呢吗 这叫朕如何不严惩这个逆子 小雪 你别被蜀王殿下骗了 他一个纹固子弟 怎么可能解决得了梁花 他这么做 完全就是为了自己的 你胡说 你文明是害怕和殿下打赌输了 给他当暖场丫鬟 你根本不了解殿下 你简直徒有心表 够了 死祸子 把这奴婢给朕拖下去 直接打死 人都在这里哭哭啼啼的 惹朕心烦 陛下 外面的梁架 被蜀王殿下那些人打下来了 今天本王高兴 你们放开了吃 放开了喝 端起你们的酒杯 来来来 蜀王殿下大气 多谢蜀王 不醉 不归啊 殿下莫要生气 说到底他不过是个皇子 算了 这次只是运气好棒 还想更老 玩不行 蜀王 敢躲女儿 今日这个仇 早晚得报 诸位 别送了 别送了 诸位 我就不送了 今天你们能来 给我面子 以后你们有什么需求 尽管开口 本王 绝不推辞 多谢蜀王 多谢蜀王 那我们下去 好 走 老白 老白 什么老板 李渔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别过来 李渔 让你给我加班 我让你扣我工资 李渔 让你总击负我 让 让我摸一下 李渔 老板 该说不说 你屁股手感挺好 还挺 李渔 我不会放过你的 回来吧 咬了我还想跑 那就 别怪我不客气 女儿 女儿 谁呀 女儿 你这个混蛋 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给老子等着 女儿 女儿 父亲 不好了 父亲 毛毛躁躁的 像个什么样子 一点规矩都没有 说吧 是不是那个蜀王殿下 又狗鸡跳墙了 不用怕 缺缺一个皇子而已 为父 早就猜到了 不过 他将粮食 卖给咱们世家 如今粮价大涨 起码咱们赚了好几倍 至于 他后悔又如何 废物永远是废物 可惜呀 就是从他手中 收购的价格有点高 几乎 把咱们催家的家底 消耗了一大半 不是父亲 外面来了很多粮商 听说全是蜀王爷来的 这他们还带了很多粮食 你说什么 现在外面粮食 跟白菜一个家 粮食它不值钱了 你怎么了 父亲 父亲 爹 混账 一群混账 一群伤骨也敢跟孤作对 他们都该死 殿下 伤骨自然没有这个胆量 遗弃的始作勇者 是三殿下 李月 那个废物 这种法子 为什么他想得出来 为什么孤就想不出来呢 微臣认为 此计未必三殿下所想 应该另有情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背后辅佐他 谁呀 谁呀 微臣不知 这种贤才居然去辅佐 那个废物都不来辅佐孤 也太不把孤放在眼里了吧 真当孤是扶不起的阿斗吗 这该死 殿下息怒 这些逆臣如此放肆 你让孤如何息怒 殿下 您别忘了 您可是我大齐的太子 未来最有可能登上大统论 他蜀王再怎么蹦的 终究只是一个蜀王 舅舅这话说的倒是还不错 但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殿下 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 但此时有人比我们更生气 你是说 史家 我们不妨和他们合作 言之有理 我怎么感觉下边这么疼呢 着凉了 不应该 殿下 你醒了 起来了 你要不要吃一点糕点 我就不吃了 对了 昨日的钱财已经统计出来了 咱们这次足足赚了几百万两 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点银子 以后本王让你见到更多的银子 多到整个王府都塞不下 殿下 你又吹牛 你这丫头 对了 董舒涵不是在我府里当丫鬟吗 人呢 崔家上午正准备彩礼 准备过几日向府里提亲 崔家长子崔顾 近几日也一直缠着小姐 崔顾算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董舒涵也是 说的话还请赖账不成 见面我倒要问问他 说的话到底算不算话 要是不算 老子把他绑过来 那个 董小姐 他不在府上 不在府上 崔顾在西城举办了一场诗会 董小姐应该在那里 诗会 行 你下去吧 董姑娘为何一人在此 可是因为无人相陪 正好 后面有一个小胡 可否有意 与崔某游玩一番 实在抱歉 崔公子 小女今日身体欠佳 实在无心游玩 崔公子请便吧 姑娘是身体哪里不适啊 在下可以 请太医为姑娘诊治啊 不必麻烦崔公子了 一点小病而已 原来你在这儿啊 让本王好找啊 你怎么来了 还我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找我家那不守信用的小丫鬟 谁是你家小丫鬟 昨日 昨日怎么了 你不记得了 记得什么 你别想耍赖我告诉你啊 咱们可是白纸黑字 写得清清楚楚 你 站住 哟 这不是崔公子吗 我还以为谁呢 上回买的粮还够吃吗 不够吃啊 我这儿还有 管够 你 行 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 回去啊 谁那么着急走啊 三弟啊 你来干嘛呀 这是诗会 大字都不是几个 你快来干嘛 我凭什么不能来 这里是大旗文人 才子聚集地 像你这样不学无术 大字不是几个的人来 是对我们文人的乌鲁 那他为什么能来 我记得太子 好像也不怎么会做事吧 你懂什么 太子殿下 是当今读书人的偶像 岂是你个废物皇子 能逼你的 识相的话 赶紧滚 赶紧走吧 打扰我们做事的哑像 什么狗屁事 不过就是一帮 屈炎附势之人 想巴结太子 走后门罢了 说得好点 在我看来 你们还不如青楼里边 那些摇摆身子 勾引男人的忌 至少人家真诚 说图你钱 绝对不图你身子 犹如斯文 简直是犹如斯文 欺人太帅 实在是欺人太帅 属王殿下 这是欺我们读书人 不敢踢刀不成 来 踢刀吗 不是 你不是要砍我吗 来朝这儿砍 看准啊 来 砍啊 砍啊 一群只会读死书的废物 连刀都不敢握 整天就知道 夸夸其谈不死进取 难道这就是你们读书人 口中的风骨 当真可笑 不学无术的皇子 要不是你抬头的 要不是你这个废物 你算什么东西 你不就是投了个好猜吗 有什么好得子 我抬头的好不好 那是阎王的事 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要是不服 你们可以自己找阎王说理去 跟老子在这儿耻什么肚子 还有 你们说我是废物 那你们又是什么东西 你们别忘了 正是因为我这个废物 你们才有机会 站在这儿和我说话 如果不是因为我 想必在场的大部分人 都吃不上饭吧 难道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这就是你们读书人 口中所谓的风骨 你们才是废物 废物中的废物 三弟还真是巧言领色呀 但是良荒之事 不也是因为你背后的人指使 你才得以解决的吗 不然就凭你这么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做得到 太子殿下所言极是 蜀王殿下 您今日大闹我们失会 也太不把我们读书人 放在眼里了吧 一群被名利冲昏头脑的人 我多说一句都是对牛叹气 站住 怎么大闹完我们失会 就想一走了之 那你还想怎么样呢 既然你这么看不起 我们读书人 那你便在这失会上 作诗一首 也好让我们大家都 心服口服 就不要为难咱们蜀王了 他一个顽固子弟 也会作诗 就是就是 他要是能作诗 母猪都能上 看来 刚才我跟你们说的这些啊 你们是一点都没听进去 诗词不过是小道 还不如花点心思放在民声上 整天好高骛远 有本事你来写一个 你要写一个能超过我们的话 我们这辈子都不写诗了 你们三弟 你不敢了 既然你们让我写 那你们就出题吧 今日佳月 不如我们就以月为题 如何 月 你确定吗 哦 写不出来 这题是你们让我造的 输得太惨可别怪我呀 几个呼吸的时间写出来的诗 多半是打油诗吧 好诗 绝品好诗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碰巧写出来的吧 我欲乘风归去 又苦穷楼玉语 高处不胜寒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此时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就是个废物 怎么可能写得出来 抄的 一定是抄的 你有毛病吧 舒涵 我们走 站住 殿下要走随意 但是董姑娘 乃是我崔家魏国门的媳妇 您这样做实在不成体统 你胡说 我们家已经给你们家下了聘礼 不久之后 你就是我崔故的女人 有问题吗 崔公子 现在董舒涵呢 是我蜀王府的丫鬟 从某种意义上讲 她跟农府已经没关系了 你要娶哪个董小姐也好 董姑娘也罢 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你 还有 我跟她的婚约呢 在这个白纸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大齐律法都承认 怎么 难道你们崔家 连大齐律法都不承认吗 我 舒涵 我们走 想好什么时候当我的暖床丫鬟了吗 你做梦 这是让我爹知道 他不会放过你 咱们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别说是你爹 就算是我爹也不管用 你无耻 愿赌服输 难道咱们董家大小姐 想做一个言而无信之人 不答应你 算了 本王也不是什么强人所难之人 这样吧 你当我一个月暖床丫鬟 一个月之后 你我互不相欠 当真 当真 哎 干什么去啊 选我的房间呢 过来 给我吹吹吹 怎么连一点当丫鬟自觉性都没有 过来啊 以后啊 你跟小雪学着点 轻点 不服就再加一个月 反正赌约在我这儿呢 轻子竟敢如此欺负我们崔家 真当我们崔家无人不成 李渔那个混蛋 完全没有将咱们崔家放在眼里 这次 一定不能放过 用得着你说吗 上次买粮的事情还没找到算账呢 反过来他还来劲了 真当咱们施加日尼杰子不成 既然他迟疑要找死 那我就成全他 父亲 难道你有计划了 前几日 我已经和孙丞相还有太子殿下 达成协议了 我就不相信我们三个弄不死一个 蜀王 敢和我们世家作对 老夫让他看看我们世家的底级 太好了 到时候我一定亲自折磨了 敢抢我的女人 我要让她退层皮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再把女人当回事 要不然 你迟早都毁在女人身上 是 父亲 李渔 你给我等着 老头 为何再次宣华 为何再次宣华 怎么回事 为何再次宣华 太子殿下 蜀王 蜀王强强小女 以三日未归 还请太子殿下为老臣做主 我 孙大人 你先别着急啊 别着急 三弟 不可胡闹 赶紧把人 董小姐送回去 凭啥 就凭我是你哥 就你还我哥 你还知道我是你弟弟啊 帮着一个外人说话 吃里扒外 知道了你是皇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孙大人的儿子呢 胡闹 你住口 再敢侮辱顾 你当真以为顾治不了你吗 来啊 董大人 你放心 此时我会私下里禀报给父皇 让父皇帝你做主 老臣 多谢太子殿下了 皇上驾到 宣文五百官 上朝觐见 让胡岛参见陛下 平身吧 蜀王礼乐听旨 因蜀王酬粮有功 为朝廷省下大量银钱 解决灾荒 各赏赐封地齐州 农户三千户 赏银三万两 谢陛下 陛下 蜀王 无辜抢走小女 以三日未亏 还请陛下 给老臣做主啊 老三 怎么回事 回陛下 我与董姑娘打赌 董姑娘疏语而臣 有赌约作证 同时 董姑娘本人也可以出唐对证 好了好了好了 以后这种事情你们私下解决就好了 不要拿到朝堂上来说 朝堂是解决国家大事的 不是县押 是 是 宫爱卿还有什么事吗 陛下 臣 有事要揍 孙臣相 有何事要揍 陛下 倭寇经常侵扰我国沿海之地 导致设立在海边的沿场屡遭破坏 致使朝廷处言不足 倭寇时常侵犯我大旗疆土 残害我朝沿海百姓 不得不处 臣愿领一万教士 当于窝寇 不可 陛下 如今 七路之地天灾刚过 应与民休息 不宜开战啊 父皇 儿臣以为 当今窝寇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窝寇只是一些险界之情 当今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盐 盐良乃国之根本 如今良灾刚过 若是再起盐灾 怕是朝堂动荡 太子所言甚是 臣复义 太子义以重地 看来这段时间成长不少啊 多谢父皇夸奖 不对啊 这两国平成华蜀的很 今天怎么这么积极 绝对有鬼 诸位爱卿 谁还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吗 儿臣以为 此事可交由三弟去 想必以三弟酬粮的手段 区区一些食言 应该是不成问题 老三 你可有办法呀 儿臣愿意为父皇分忧 皇上都得了那么久 我可得不了那么久 无名小辈 不知天高地厚 太子殿下 之前给蜀王出谋划策的神秘人 可有找到 没有 古已经派人找了好多次了 就是找不到宗集 无妨 不管他背后是什么人 敢和我们崔家作对 那必死无疑 那就有劳崔玉士了 哈哈哈哈 好说 好说 听说 你接手了官员的活 怎么 有意见啊 要不你来 我可告诉你啊 接手官员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咱们大旗呢 有两种盐 一种呢 是朝廷手里的海盐 还有一种呢 是世家开采出来的青盐 如今这海盐被窝口毁坏 你想要盐呢 就只能去求世家 可是你这刚刚得罪了他们 怎么可能会跟你做生意啊 依我看呢 这就是太子和世家给你下的套 我劝你啊 还是趁早去跟他们认个错 毕竟你一个顽固子弟 怎么都得过他们吗 你在挑衅本王 想让本王啊 再跟你打赌 以此来免了你的奴隶期对吧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演技啊 太拙劣了 下会儿走走心 你 不过本王也可以跟你赌 你要是输了 就再当本王三个月丫鬟 怎么样 好 成交 老爷 蜀王殿下来访 知道了 让他进来吧 小辈李月 见过崔大人呢 不知蜀王殿下 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 也没什么 就是听说咱们世家呀 有很多青年 所以想过来买点 我知道 咱们之前有点误会 那不都是形势所迫吗 崔大人应该不会戒坏吧 不会不会 不过蜀王殿下 老夫手上青眼也不多了 如果蜀王殿下 您诚心想要 老夫可以买几座盐矿 送给你如何呀 那真是感谢崔大人 客气客气 没什么事 小辈就先走了 好 送客 父亲 您怎么把盐矿 卖给蜀王了呀 价格那么泥 您不是说 你抖个屁呀 为父给他的不是青烟矿 而是有毒的毒烟矿 父亲 您这招绝了 等他反应过来 肠子都毁清了 哼 取取一个李月 还想跟我们世家斗 找死 蜀王殿下 你是不是疯了 你竟然真的去找世家买盐 不是你让我跟他们认错的吗 我 我是让你去跟太子认错 我又没有让你去找世家 你知不知道他们卖给你的是什么东西 毒烟矿里面的盐 可都是有毒的 所以呢 还所以呢 里面的盐吃了可是会死人的 你要是 真的把这种盐卖给百姓 你就真的成了我大旗的罪人 世家那群人摆明了是要坑你 你竟然还傻乎乎的往里跳 我不管 你现在立马找人 去把矿给停了 这种东西 宁可烂在土里 也坚决不能拿出来祸害百姓 嗯 你放心 我的盐 没问题 你呢 就乖乖地等着再做我三个月的丫头 李月 本姑娘看错你了 我本来以为 你是心怀天下的人 可是我没想到 你跟那群利欲熏羡的家伙都一样 都是自私自利的人 你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竟然丝毫不顾天下百姓的死活 你这种人 你还配当我大旗的皇子吗 书海 你误会了 我其实 够了 我不想听 蜀王殿下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如果你还真的当自己是大旗的皇子 就请你好好反思一下 喂 这都什么事啊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陛下 臣有事要奏 崔玉师有何事要奏 微臣要谈何一人 你要谈何谁 微臣要谈何蜀王殿下 蜀王殿下危害百姓 中饱私能 把有毒的矿盐 掺到无毒的青眼里 一起售卖给百姓 导致民间哀声载道 还请陛下圣财 此言当真 老臣所言 具具属实 还请圣上明察 父皇 三弟这次做的实在是太过了 我知道三弟为父分忧心切 但是也不能这样迫害百姓啊 这是要动我大旗的根脚啊 还请父皇严惩 臣 父义 逆子啊逆子 朕交代给他的事情 他就这么给朕办的吗 太子 孙田孝 崔玉石 董尚书 陪我去蜀王府 其余人退朝 恭送陛下 朕皇 李渊 你疯了吗 你竟然还在开采 甚至让人去卖 你就不怕陛下知道 降罪于你吗 哎呦 你就放心吧 我卖的盐呢 都是无毒的 你胡说 那些盐明明都是有毒的 怎么可能会没毒 这分明就是自欺欺人吗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 好 你要是不信啊 我现在就拿给你看 爹 女儿 女儿 你这几日过得怎么样 可有吃苦啊 没事 女儿一见安好 父皇 你怎么来了 准问你 是否用国库的钱买了盐矿 是 是否把开采出来的矿盐 卖给了百姓 没错 父皇 不过 你这个混账 难道你不知道那些矿盐都是有毒的吗 你听儿臣解释啊 儿臣 陛下 蜀王殿下 以权谋私 利用国库购买毒盐 贩卖百姓 中宝私囊 危害朝廷设计 如今 蜀王殿下亲口承认 更是人证物证俱赛 还请殿下正传 陛下 儿臣尔臣竟然开采毒盐矿不假 已经叫人造出来细盐了 儿臣现在就叫人拿给您看 来人呢 父皇 您看 这就是儿臣造出来的细盐 嗯 拿给父皇 这 还真的是盐 味道还如此的精准 还这般细 陛下 可否让老臣见人看看 这竟然是真盐 这不可能 老三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盐 这般精细 唯禀父皇 其实很简单 就三个步骤 容解 蒸馏 提成 容解就是 你们听明白了吗 好了 原来这么简单 吾儿真的是聪明啊 这还真是好言啊 了不起 还真会装 不是老子瞧不起你 你要是真明白 我回头找块豆腐去撞死 老三 这盐产量如何啊 唯禀父皇 提纯以后的盐会更纯 一袋就够一家人用一个月的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是青盐的三成 扩大生产的话还可以更低 好 真的是朕的麒麟子 老三 我看你府兵不多 就给你增加八百户位吧 谢父皇 不过父皇 儿臣认为 此时最大的功劳应该是崔大人 若不是崔大人 好心卖给儿臣毒盐矿 我们也没有这么多戏盐呢 赏 确实该赏 至于赏什么 以后再说吧 混蛋 都是混蛋 差一点 差一点我们就把那个李月给弄死了 为什么 谁能告诉我是为什么 太子殿下还请息怒 息怒 你让我如何息怒 我费尽脑壳 费尽心机的去算计它 结果呢 结果呢 人家李月不禁把钱给赚了 还得到父皇的恩赏 而我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来来来 你告诉我让我如何息怒 殿下 微臣认为 事到如今 已经这样了 我们不如想想 以后该怎么办 难道你想看着蜀王殿下 一直撑皇下去吗 殿下 微臣觉得 丞相所言极是 若论损失 我们世家要比殿下损失的多 为今之计 我们要阻止蜀王的势头 要不然 不仅我们世家会遭殃 恐怕就连太子殿下您 也要备受牵连 发什么呆呢 好了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我跟你道歉行了吧 对不起 我错了 跟你没关系 只是我自己啊 想到一些其他的事情 什么事情 北方会有黄灾 黄灾 嗯 怎么可能 黄灾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了 再说了 黄灾那是对天下的事情 如今陛下 历经屠治 百姓安居乐业 怎么可能会出现黄灾 这黄灾跟上天无关 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正所谓大旱之后必有黄灾 如今天下也不见多少雨水 这恐怕过不了多久啊 需要爆发黄灾了 我看呢 你就是威严耸听 既然你不相信 好 那我们再赌一会 好啊 赌就赌 无论这次你想赌什么 本姑娘都答应你 因为我不可能再输了 这么赌定 当然 好 如果你输了 就再做我五个月的丫鬟 同时 把我暖一次床 傻丫头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父皇 儿臣有要事要奏 何事 说来听听 儿臣认为 旱灾只是开始 很有可能爆发黄灾 还请父皇提早提防 混账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陛下 蜀王殿下危言耸听 诋毁朝廷 危害朝纲 臣请陛下严惩 崔老头 我什么时候抵毁朝廷了 三弟 你不会不知道吧 自古以来 黄灾都是上天 对当朝皇帝的解释 你居然敢说 我们大秦会黄灾 是对父皇有什么不满 皇上 儿臣冤枉 儿臣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咱们大齐啊 黄灾不是小事 说不提前预防 一旦爆发 很有可能就 够了 退朝 恭送陛下 殿下 今日上朝 可是遇到什么难事 唉 言言难尽 小雪 我需要你帮我办一件事情 殿下请说 奴婢一定做得到 殿下 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 去吧 是 怎么样 是不是失败了 我就说你是启人忧天吧 我们大齐好端端的 怎么可能会有黄灾呢 就算有 可能也早就爆上来了 怎么可能到现在都没有消息呢 那这回是不是我赢了 我们之间主仆关系的问题 不急 让这个子弹呢 飞一会儿 这狂灾马 一定会有的 唉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一定会有黄灾啊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自然规律 只要你认真去发现 它就一定会有 那 照你这么说的话 为何朝廷至今都没有消息啊 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是 末将参见蜀王殿下 传陛下口令 照蜀王入宫 去医书房议事 什么事啊 红灵使者来报 北方出现大规模黄灾 竹青太守知情不报 导致黄灾扩大 现在整个北方都已沦陷 知道了 下去吧 这 这怎么可能 五个月 你 儿臣参见父皇 你来了 朕问你 你怎么知道有黄灾的 陛下 最近微臣夜观天象 发现蜀王府之上 有妖星出现 自古以来 妖星出现代表灾祸 还请陛下 为了天下百姓 惩戒蜀王 拨乱反正 微臣觉得崔大人所言有理 臣复义 父皇 崔老头 崔大人他诬陷我 够了 朕叫你们过来是解决问题的 不是让你们互相攀咬的 现在黄战将至 满朝的大臣文母 就没有人能解决的吗 陛下 微臣有一方法 什么办法 蝗灾自古以来 乃是上天的警示 还请陛下下队以诏 向上天祈求原谅 你说什么 陛下 现在已经不是赈灾的问题 而是安抚民心呢 你们这是在逼着 让朕在自己和自己的儿子之间 选一个当比锅 你们真的是朕的好臣子啊 陛下 下官在回城的路上 发现一件怪事 虽然北方受黄情影响十分严重 但是似乎有一个地方 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什么地方 蜀王分地 徐州 这怎么可能 老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皇 上次儿臣在朝堂提议 没有被通过 于是儿臣便派人去了齐州 用自己的方法预防皇宅 什么办法 其实所谓的皇宅 其实并非上天事情 而是大旱之后 土地里面缺少养分吸收 从而导致蝗虫大量滋长 有效的办法就是大面积饲养鸡鸭 等到黄灾过后再把鸡鸭拿去贩卖掉 这样不仅能预防黄灾 还能增加国之收入 两全其美 当真 自然 不过现在 黄灾已经爆发 如果再大量购买鸡鸭 可能会掏空国库 动摇国之根本 不知道 回不当初 那你可有办法 可以解决黄灾吗 有 但儿臣需要两个部门协助 哪两个部门 户部和太医术 父皇 万万不可 户部掌管天下良贤 是国家的根本 若是在这小子手上出了差池 那怕是会动摇国家根基 请父皇三思 还请陛下三思 既然你们反对 那你们可有办法解决 如果没有 那都闭嘴吧 老三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请务必办妥 不可出半点差池 是 儿臣领命 混蛋 这个混蛋 又让这个李约搬回城 一定是他背后之人 直视辅佐 不然凭他那个鱼木脑袋 能想起这么样的计策来 这群人真不把孤放在眼里 当孤是捏的吗 死仇不报 孤势不为人 太子殿下 稍安勿躁 他蜀王再怎么受宠 终究只是蜀王 您贵为太子 是未来要登上那至尊之位的人 此等小事 何须放在心上 小事 这是小事 当今父皇已经让李约去治理蝗灾了 你知不知道 一旦李约治理解决成功 会是什么样的后补 他会得多少民心呢 殿下烧安勿躁 皇宅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解决呢 积压之法能治一治 但整个东北太大了 所积蓄的钱粮 也不是咱们国库能负担得起的 崔大人 所言甚是 如果皇宅那么容易被解决 那就不会被前人称为上天的惩罚了 不错 我们只需等待 等他玩够了的时候 我们再出手当头给他一炮 此计甚秒 到时候我们再上书去 谈何这个礼 倒是民心还是民愤 可就不得而知了 太子英明了 殿下 您让我去收购蝗虫的事情 我已经让下人去做了 只是 殿下 咱们真的要这么做吗 会不会有点败家呀 你这丫头 你放心吧 我自有算计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 是 那奴婢先退下了 下去吧 李悦 你是不是有钱烧的 你竟然用国库的钱去买蝗虫 你 我又没花你的钱 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是 你是没花我的钱 你花的国库的钱 难道你不知道 国库是由我父亲掌管的吗 你说 你这万一有个什么事 我父亲 都要跟着你 连着一起吃锅浪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 蝗虫那种东西 那有什么用啊 就算你将全大旗的蝗虫都收了 解决了蝗虫 那国库 你只怕已经见底了 怎么 还敢再赌一次吗 赌就赌 老娘会怕你 反正狮子多了不痒 这也多了不愁 是吗 你别忘了 你还欠我一次暖床的机会呢 我 你 你无耻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计策 没想到居然这么蠢 蜀王还真是愚蠢 他以为国库的钱取之不尽 用之不完 看来是我多虑了 他那背后之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老陈认为 此事不会这么简单 否则的话 我们不会吃这么大的亏 这背后之人 万万不可小视 丞相言之有理 的确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无妨 接下来 我们就看崔大人 李月 这次 咱们走着瞧 我还以为 那个神秘人有多了不起呢 也不过如此吗 父亲 蜀王也不过如此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去派人搜集蝗虫 越多越好 他领略 不是要蝗虫吗 那老夫 成全他 我倒要看看这个废物 能不能吃得下 父亲英明 还是这就去做 去吧 李月 你不是厉害吗 办法多吗 老夫倒要看看 你怎么破我的局 陛下 太子孙丞相和翠玉使 要见陛下 现在正在外面候着呢 哦 让他们进来吧 是 儿臣参见父皇 微臣参见陛下 你们找朕所为何事啊 父皇 儿臣要弹劾三弟 私自动用国库 大肆购买蝗虫 动摇国之根本 还望父皇严惩 你说什么 那个混账用国库的钱买蝗虫 他疯了吗 微臣怀疑 蜀王殿下 这是借着蝗虫之机 中宝四囊 还请陛下明察 混账啊 混账 来人 把蜀王给我带过来 是 父皇你找我 女子 给朕跪下 父皇 我 朕问你 是不是用国库的钱买蝗虫了 是 你这个混账居然用国库的钱买蝗虫 你以为国库是你的吗 你以为大齐的钱都是大方挂来的吗 父皇 儿臣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大齐啊 住口 三弟 事到如今 你还想巧言令色吗 陛下 微臣怀疑蜀王殿下心存歹义 借着蝗虫之机 中宝四囊 消耗国库 企图动摇国家之根基 颠覆朝纲 请陛下明察 陛下 当日微臣说过 有妖星在蜀王府上空盘旋 陛下不可不查呀 你住口 陛下 老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朝廷 还请陛下圣台 妈的 这群混蛋 这是要让老子死啊 逆子 你还有何话要说 父皇 儿臣这么做 一切都是为了大齐啊 来人 在 把这个逆子给我带下去 压入监牢 是 父皇 陛下 京城里蝗虫卖疯了 什么 什么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陛下 蜀王殿下抢来的蝗虫 都被抢空了 不可能 难道这些百姓都是傻子吗 竟然花钱去买蝗虫 起来吧 先起来吧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谢父皇 父皇 真不愧是朕的麒麟子 说说吧 想要什么赏赐 多谢父皇 儿臣为父皇办事 不求赏赐 不过此事更应该感谢崔大人 正因为是崔大人才能筹集到这么多皇宠 多谢崔大人 崔大人真是为国为民的好官呢 为朝廷分忧 老臣愧不敢当 既然如此 赏赐的事以后再说吧 你们都退下吧 是 这个小混蛋 不能每次都把话一次说完吗 人当朕不要面子 混蛋 老夫与他不共戴天之仇 父亲 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咱们卖给他的蝗虫 他专手卖了好几倍 现在国库的一切都被塞满了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人家都已经做了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崔家 损失这么多 不能就这么算了 死手 我崔远山一定要抱回来 我这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既然他先动手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去找人安排吧 记住 一定要把事情做干净 不要留下狐狸尾巴 父亲 交给我 您就放心吧 吹拔 是 怎么不高兴啊 我高不高兴 你心里不清楚啊 哎呀 别那么沮丧嘛 不就是输了几次给我而已吗 让我算算 你要当我多少年丫鬟呢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也就八年嘛 没有关系的 不长的 对不对 干嘛 哎 哇 你真属狗的 这是给你的教训 哎 你 小心 舒涵 舒涵 护卫 护卫 叫大夫 愣着干嘛 快去啊 舒涵 你放开 放开老夫 舒涵正在被治疗 不易被打扰 到底怎么回事 有资格要杀我 舒涵替我挡了一剑 你这个混蛋 好了 住手 舒涵怎么样了 我女儿怎么样了 你们俩冷静一点 董小姐箭头已经拔出来了 并没有伤及脏腑 但是因为失泄过多 可能需要恢复一段时间 老三 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父皇 你知道 要害你的人是谁吗 儿臣不知 但儿臣心中也有猜测 嗯 这上面是刺客的名单 上面有你想要的答案 世家 崔顾 果然是他们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但不要太过分 切记 只有在今晚 是 儿臣谨记 嗯 本来只是想用来防身 可没想到今天用到这个地方 本王不想使用这个杀器 可是你们执意找死 那就别怪本王不客气 本王护卫何在 混账 这点事都办不好 老夫要你有何用 父亲 我也没有想到董说寒那个贱人 会替李悦挡贱呢 老夫早就跟你说过 让你把事情做干净 不要留下尾巴 你把老夫的话当耳旁风了吗 是 父亲 还是错了 哼 那父亲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我就不相信区区一个李悦 还能把咱们崔家怎么着 别说是李悦 就是他李延龙建了咱们世家 也要客客气气的 崔老头 给我滚出来 数则 胆敢欺负我们崔家 真当我们崔家无人不成 欺你又如何 我问你 刺杀仪式是不是你做的 刺杀 什么刺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在撞 刺杀我的人留下了口供 上面已经证实是你们崔家崔故做的 我劝你们还是束手就擒吧 你放屁 这就是污蔑 在陷害我们崔家 现在皇族都这么霸道了吗 是我们百姓为无物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蜀王殿下还想抓我们 还请你拿出证据 否则我等树南聪明 你们这是要抗补了 抗补又如何 有没有证据 难道你敢用墙吗 我有什么不敢呢 那我倒要问问圣上 这究竟是百姓的天下 还是皇族的天下 好 既然你要去 我就带你去 来人啊 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 蜀王殿下 你也太嫩了点吧 竟敢带这么点人 来我们世家抓人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我劝你 还是走吧 要不然鱼丝网破 大家都不好看 如何 不如何 既然你们要杀我 那你们也要做好 被杀的准备 世家又如何 要怪 就怪你们动了 不该动的人 真是个疯子 就你这点人 也想和我们世家 同归于尽 可笑 我还是劝你们 再考虑考虑 你拿个小烧火棍子 难道就以为 我们世家怕你不整 废物就是废物 别以为你是皇子 就有多了不起 别人怕你 我崔家可不怕 是吗 我这次只是打了他的腿 而等谁还敢阻拦 我就打烂他的头 崔大人 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你不要太猖狂 我要到陛下那儿 弹劾于你 随便你 但今天崔姑 我一定要带走 我说的 你敢拦我吗 你 好 忍着点 多谢崔大人 崔大人真是大公无私 我真是无备楷模 来人 带走 是 对了 崔大人 这只是刚刚开始 既然 你们要惹我 那就不要怪我 对你们 不客气 树子 树子 林月你给我等着 我死手不报 我崔原神 事不为人 家主 你还要去找陛下吗 师父需要备车 滚蛋 魂肠巴不得我去找陛下 我去就是找死 你下去吧 我自有办法 林月 这都是你逼我的 老夫与你 不光戴天之仇 我是崔姑 放开我 感动我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们的 别走啊 李月 怎么 你很怕我呀 李月 你不要太狂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 崔老头 是吗 不要以为你是皇子就了不起 在我们世家面前 皇族也不过如此 百年王朝 千年世家 你要敢动我 我父亲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是吗 那就放马过来 你还真以为我怕他呀 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前 我可能还会忌惮一下 但在经历炎 凉 蝗灾之后 我就要看一下你们世家到底还有多少家底 既然你把你们崔家吹得这么厉害 我就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让你们崔家灰飞烟灭的 哼 就你 你算什么东西 要不是有人帮你 你不过是个废皇子罢了 背后之人 哼 随便你怎么想 既然你不相信 看看是崔家先灭了我 还是我 先灭了你们崔家 看好他 你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皇上 儿臣有事要奏 何事 儿臣想重开科举 你说什么 陛下 前朝之所以灭亡 正是因为科举 蜀王殿下重开科举 那是万万不可 蜀王殿下重开科举 其心可诛 还请陛下 胜财 崔大人言重了 前朝之所以灭亡 那是因为皇帝昏庸 跟科举没关系 科举会帮朝廷选拔更多的人才 何来王国之说 难不成是有人影响了世家的利益 王国的究竟是政策 还是世家呀 一派胡言 陛下 蜀王殿下 竟在朝堂之上 污蔑老臣 还请陛下 为老臣做主啊 陛下 微臣也认为 崔大人所言有理 科举之事事关重大 还望陛下三思 父皇 儿臣也以为 崔大人和孙大人所言极是 儿臣也认为 不应该重开科举 不利于朝堂稳固 此时提出这种请求 儿臣也不知道 三弟究竟是怎么想的 陛下 好了 蜀王留下 其他人退朝 你这个逆子 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科举 你还知道啊 科举乃立国之策 父皇为何不同意 世家把控的士族阶层 想要推行科举 世家是一道绕不开的看 不要以为你坑了世家几次 就能动摇世家的根基 世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不然朕也不会忍耐那么长时间 儿臣并不认为 世家不好对付 就你 就你那点小算计 就能动得了世家 儿臣想问父皇 世家之所以能把握世子 原因是什么 当然是他们数百年传承下来的历史积累了 儿臣并不这么认为 其实归根结底就两点 造纸和印刷 只要掌握这两样 大量的造纸 便可以称自己是正统 那事又如何 你能解决吗 如果儿臣说 儿臣能让书本和纸张 便宜五成呢 你说什么 崔大人 您怎么在这儿啊 是在等我吗 蜀王殿下 我还以为你会有什么办法 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科举师 蜀王殿下 你也未免太小瞧我们世家了吧 哎 崔大人 您这是什么话呀 我从来没有小瞧过世家 但与此同时呢 我也没看得起你们世家 口舌之力 我告诉你 只要我们世家再一天 科举就不可能成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赶快把我儿子放了 否则你我之间 将再无转换的余地 不死不休 是吗 那不妨试试 看是你们世家 先把我整下马 还是我让你们世家 先灰飞烟灭 你 崔大人 有空啊 去多看看儿子吧 天天啊 他在大牢里边 大皮鞭子小眼神的 又大叫一个欲仙欲死 回头我怕他自杀了 行 崔大人 先走了 李玉 这都是你逼我的 殿下 姑娘醒了 当真 嗯 舒涵 你醒了 没事吧 嗯 只是 我替你在朝堂上 提出重开科举 嗯 殿下 你糊涂啊 世家势力庞大的 难以想象 就算是陛下 也要让齐三分 你不应该因为我 和他们彻底决裂的 决裂 不早都决裂了吗 放心吧 我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怎么 还想再跟我赌一次啊 这次输了 可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了 而是一辈子 无耻 下流 对不起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 至于那些伤害你的人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李玉 我要休息了 你快出去吧 俊 哦 不对啊 我这是被调戏了 殿下不好了 慌慌张张的 有什么事慢慢说 啊 殿下这次真的不好了 现在城皇外 好多世子都在骂你 说你混乱朝纲 企图用前朝追法 颠覆我朝 现在好多人 都在求陛下做主呢 国子剑里的大部分学生 都是世家子弟 或者是被世家引荐的 国子剑 作为国家优秀储存人才 有一线当官的权利 如今你提出科举制 不仅仅是敲了世家的根 更是断了那些 国子剑学生的晋升之路 现如今皇城被世子围住 陛下肯定震怒 领渊 要不我们跑路吧 跑什么跑 我巴不得他们来呢 还以为崔元帅有什么招呢 就这个呀 领渊 不要小瞧崔家 崔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放心 我早有准备 看来是时候有那个了 小雪 你去库房 把我前两天做那个东西拿出来 散播出去 不仅仅是京城 乃至整个州府 都要去传播 哦 好 我出去一下 好 那你小心啊 尔等何人 为何跪在皇宫门前 陛下 学生国子剑剑生 郑红 携同僚撞告当朝皇子 蜀王李月 还请陛下做主 转告皇子 而等可知该当何罪 学生知道 但蜀王所做之事 实属 庆竹难输 蜀王殿下毫无证据 私自扣押世子 打压一己 视国家律法为无误 同时打算重开科举 丝毫不顾前朝亡国之鉴 企图颠覆朝廷 还请陛下明察 你的意思是说 蜀王会反咯 学生不敢 学生只是说 有这种可能 崔家乃国之著使 大齐世子的脊梁 朝廷如此对待 有功之臣 哄天下世子寒心 崔大人 这些学子是你指使的吧 陛下 老臣冤枉啊 可能是这些学子 自发组织的 与老臣无关啊 陛下 我等来此都是自发组织 与他人无关 父皇 儿臣也觉得 这些学生说的有些道理 不如把蜀王殿下叫过来 我们当面对峙一份 您看如何 陈复义 来人 是 把蜀王殿下给我找来 是 儿臣叩见父皇 这些学子 谈和你谋权篡国 打压一起 你看着办吧 你们说我谋权篡国 打压一起 有何证据啊 蜀王殿下 无故重开科举 无故扣押百姓 前朝王国历历在目 难道这 不算证据吗 这算屁的证据 那科举究竟是不是 王国之策 难道你们心里不清楚吗 我只不过是 触碰到你们某些人 当中的利益罢了 蜀王殿下 莫要污蔑我等 我等一心为国 何谈利益 说的好听 你说我 扣押百姓 谁啊 蜀顾吗 正是 蜀大人一心为公 国之动量 蜀王殿下 如此之做 就不怕天下世子寒心 天下百姓寒心吗 所以 学生说蜀王殿下 谋权篡国 打压一己 可算 算个屁 怎么 辩不过我吗 父皇 儿臣认为 这些世子所言有理 不如 退下去 退下去 陛下 臣本不应该多说什么 但臣觉得 众世子说的有道理 还请陛下圣财 你们是在逼朕吗 报 陛下 金城中出现很多叫报纸的东西 数量多到几乎人手一份 周围各政府也有传播 承上来 你们这些世家 有这么报效朝廷的吗 这 这 这不可能啊 陛下 陛下 老臣冤枉啊 崔家小辈 崔四 欺压百姓 搜刮民旨 民膏 崔家庞戏 崔家 杀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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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竟然全都是 崔家罪状 甚至 有几条是崔大人的 这 啊 好啊 好 真不愧是我大旗的国之洞梁啊 国子剑我看你没有必要存在吧 取笑吧 陛下 学生 怎么 你有意见 学生不敢 把这报纸好好给我收集起来 好好查 一旦确定 全部诸九族 陛下 陛下 老臣冤枉 陛下 你裹挟世子想害我 如今我就裹挟天下名义 让你世家 身败名裂 你 你 大哥 李月 不会惹皇上生气了吧 因为崔大人吗 李月 别得意 大哥慢走啊 参见父皇 老三你来了 今天的事情办得不错啊 之前那么多赏赐你都没有 今天就一块赏了吧 我听说你和董家的丫头交情不错 这样 朕下到旨意 把他赏赐给你 怎么样 多谢父皇 好了好了 下去吧 下去 是 我去 老子立了这么多功劳 竟然只许了我一场婚礼 这也太抠了吧 就算你不止婚 难道他还能嫁给别人不成 完了 这回真亏大喽 殿下 董姑娘走了 舒涵走了 谁干的 董大人 对了 董大人走前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什么 董大人说让你小心孙丞相 孙丞相之所以能登上丞相之位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您一定要小心 嗯 我知道了 下去吧 是 混蛋 这个混蛋 这个李月 要是他没有背后之人相助的话 他有什么能力 凭什么父皇偏袒他 我才是太子 难道父皇要弹劾了我吗 殿下 稍安勿躁 此事不要急下定论 眼下楚王确实是个问题 世家竟被他逼到如此地狱 钱财被坑 名誉被虎 恐怕这辈子很难再翻身了 如此仙才竟不来助我 真是该杀 殿下切勿动怒 虽然世家已经退败 但未必不能重创李月 可是世家不是已经废了吗 他们还会对李月出手吗 会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而殿下也不会放过他们 他们呢 现在只有放手一搏 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李月 孙丞相 前来是来看老夫的笑话吗 我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崔大人 哦 什么好消息 墨北的使臣过两天要来 具体你可以看着办 这也许是你们崔家 唯一的机会 哼 我明白了 多谢孙大人 墨北使臣 参见皇帝陛下 免离 多谢皇帝陛下 陛下 我这里有一物 名为九曲珠 里面有一个空洞 我国之人都无法将它穿过 听闻大旗坐拥中远 人才辈出 不知可否向诸位大人请教 这个家伙在挑衅吗 九曲珠 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东西吧 要是可就有意思了 诸位爱卿 可有人能一试啊 让微臣试试 去去一个珠子 有何难 诸位大人 臣失败了 这没办法啊 诸位大人 还有谁想试试 这珠子古怪啊 这是下马威啊 是啊 怎么 各位大人不敢试吗 不会连一个区区的小小 珠子都搞不定吗 护皇 儿臣以为三弟可以一试 近来三弟谋略超群 区区一个珠子 应该不难吧 老三 你可有办法 回禀父皇 儿臣愿意一试 三殿下 我看未必吧 这些上了岁数的大臣 都不能解决 你就行吗 猖狂 你当我大旗 不敢动你们吗 哼 不敢不敢 外臣只是实话实说 我国也有许多聪明志 但都不能解决 竟然蜀王想要试试 请便 老三 怎么样 父皇放心 小把戏而已 狂啊 霸击蜀王 也不过如此 蜀王 尽管来事 怎么 不敢 别拿你那点威弱的事回来挑衅我们大旗 在我们眼里 你们不过就是一群指挥挥挥兵器的野狼罢了 你说什么 找人拿一根线 一只蚂蚁 和一些蜂蜜来 他还真敢说呀 你 愣着干什么 没听见蜀王说的吗 还不快去 诺 把线绑在蚂蚁的身上 放在空洞里 再拿一些蜂蜜 放在另一层 还真被他解开了 拿上来 真成了 怎么可能啊 好 赏 谢父皇 蜀王殿下至谋无双 在下认输 真不错呀 不错不错 殿下不好了 哎 小雪啊 有什么事慢慢说 别总是一惊一乍的 殿下 这次是真的不好了 说吧 什么事啊 墨北使者要去找陛下提亲 何亲啊 猜到了 这次是要去哪位公主啊 不是公主 是董小姐 什么 他们要去董树涵 董小姐今日出府去买胭脂 半路遇到了耶律爷 那耶律爷也是一件钟情小姐 直接去宫里找陛下提亲了 就这么巧 我听说 当时崔顾也在场 又是崔家这帮王八蛋 护卫 护卫呢 走 跟我出去杀人去 敢动我的人 找死 今天大伙都够放开了吃 放开了喝 反正花的都是大喜的钱 王子 为啥要娶那个娘们不娶公主呢 这件事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个女人啊 就是今天打咱们脸那个蜀王的未婚妻 她敢打咱们的脸 我就让她付出代价 王子英明 去取蜀王算得上什么东西 细皮嫩肉的 一看就是个小白脸 往在战场上 我一匹能崩死俩 哎呀 大喜人呢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厉害 软骨头多着 哪能跟我们草原相比 王子所言不错 大齐人道貌岸然 说白了就是一群软蛋 哪能跟我们比 不过 只是大齐皇帝不答应呢 不答应 做梦吗 这大齐啊 他们今年遭灾 这个时候 根本没有实力跟我们草原叫嚣 再者说了 这个女人呢 长得也挺不错的 皮在身上肯定很 输王 你要干什么 我 我是莫为使臣 你不能动我 大齐陛下 还有我父皇 都不会放过你 输王你要发动战争吗 你们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你们别忘了 这儿是大齐 当你们踏进这片土地的瞬间 你们的生死就不在你们手上了 这一点都不知道 你们实质的业务能力也不强嘛 而且 你们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打他的主意 我是墨北的王子 你不能动我 你要敢动我 我父皇一定不会放过你 是吗 我们大齐有这样的武器 难道会怕你们草原吗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墨北勇士啊 我看也不过如此嘛 输王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跟你作对了 求饶 好啊 把我想知道的都写下来 别想骗我 因为刚才我都听见了 如果你敢骗我 我打烂你的头 输王殿下 这些都是我知道的 你要说话算话 让我一命 我什么时候说了 跟我走 其余人都杀了 混账这个逆子 陛下 微臣要弹劾蜀王殿下 蜀王殿下 私自斩杀无辜使臣 破坏两国关系 危害朝廷设计 还请陛下严惩 陛下 蜀王殿下 此事过了 斩杀墨北王子 调起两国争端 此乃大过 不可不罚呀 父皇 咱们大齐最近刚刚经历了 粮灾蝗灾 百废待兴 如果爆发大战 会让我们大齐 陛下 陛下 一定要明察呀 陛下 此事虽然涉及陈女 但老臣觉得 蜀王殿下过了 把蜀王给我带过来 立月 我看你这回死不死 和我们世家作对 必死无疑 儿臣参见父皇 蜀王 你可知罪吗 儿臣不知 儿臣 陛下 蜀王殿下不知悔改 臣怀疑蜀王殿下 故意为之 企图颠覆大齐江山呢 蜀大人为何打断本王说话 难道是别有用意不成 蜀王殿下 切莫胡搅蛮缠 您别忘了 您亲自杀害北墨使臣 挑起两国大战 这就是不争的事实 没错 我是杀了北墨使臣 可那又怎么样 他敢发兵吗 就算发兵我们也不怕 三弟 我大齐刚刚经历两次大灾 百废待兴 如果此时开战 是万万不可的 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伯库没空 钱粮满仓 李约 你还不知错吗 父皇 外族欺我大齐 儿臣身为皇子 怎能视而不见 可是 儿臣这有样兵器 可不具外族 如果用得好 还可以断绝外族之患 此言当真 父皇 我看三弟完全是在胡言乱语 这世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陛下 太子所言极是 崔大人 别人不知道也就算了 你要是不知道 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毕竟您儿子背吧 也是拜他所赐 何物快呈上来啊 父皇 儿臣叫他火药 陛下 不光火药是何物 终究只是想到 如今我大齐历经两灾 元气大减 万不可开战 孙丞相 我要是否可行 见过便知 你如此转业话题 莫非是害怕不成 你 够了 都闭嘴吧 老三 我要到底在哪里 快给我呈上来看一看啊 父皇 在这儿可不方便 且与儿臣 去叫场一趟 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李约 你说的东西在哪里 回避父皇 就在眼前 快 快快演示一下 是 父皇 这 厉害呀 厉害呀 好 这 恭喜陛下 有此神物 我大齐将不决任何对手 陛下万岁 大齐万岁呀 好 说的好啊 微臣愿携带此物 领十万大军 荡平北部 养我大齐国威呀 李将军 这件事情不急 叔王 你干得不错 说吧 想要什么赏赐 回父皇 此事不急 但儿臣还有一事 向父皇禀报 何事 说来 这里是夜里远的口供 里面有村元山和漠北勾结的证据 还望父皇胜财 村元山 你还有何话可说 陛下 老臣冤枉了 陛下 这小子心真黑 拿出火炮 再拿出访判证据 哪怕这个证据是假的 陛下也绝不会留他 避死你 真是绝了 还敢喊冤 来人 把学元山拖下去 住就住 陛下 老臣冤枉啊 陛下 我该让你找死 叔王进宪火药有功 上五千副兵 混蛋 这个混蛋 这个混蛋 这个李悦为什么不死 他为什么不死啊 太子殿下 不要心急 你让我怎么冷静 你让我怎么冷静 啊 现在崔家都已经没了 我们拿什么跟他斗啊 再说父皇给了 李悦五千副兵 五千什么概念呢 最基本的王府配置 也才三千呢 那父皇什么意思 真的要换太子是吗 太子稍安勿躁 虽然崔元山被蜀王割除 但对我们来说无伤大雅 毕竟就是合作关系 没了就没了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遏制蜀王的势头 这样发展下去 就真的危险了 那你来说说应该怎么办 说不好 现在还真的不好对付他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蜀王背后那个神秘人 如果找不到背后那个人 我们做什么都无用 混蛋 我会放过他 崔元山都倒了 我又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走上那条 机智如我 董子安这个老混蛋 派人从前门赌我 想不到吗 老子直接抄到老家 白痴才跟你玩对抗 李玉 你怎么还不来找我 喂 让我看看是哪家的小娘子 在私生呢 反应这么大 我什么我 你刚才说想要我 可不是这样子的 你怎么在这儿 我爹他不是 你爹 一说到你爹我就来气 你爹可真不是个东西 不 岳父真不是个东西 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女婿 对吧 他派这么多人在门口堵我 我不要面子大 气死我了 你还笑 不好意思啊 我抱抱我的夫人怎么了 混蛋 你放开我女儿 光片化人下 成何体统了这是 我 去 这么大个棍子 书安我 我先走了啊 书安 老头你 你等着吧 我还会回来 老头你等着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陛下 微臣有事要奏 李将军有何事要奏 陛下 您让我准备物资 以备战争 这其余的都好说 只是 有一件事 属实是难以解决 什么事啊 是战马 我大骑战马 马蹄磨损严重 几乎已有两成报废 微臣请求国库出资 购买战马 不可陛下 购买战马 所需的银钱数目 哪怕是国库 也要花费不少 空动摇国本 而且很容易会被察觉 所以老臣觉得 此事不妥 陛下 微臣认为董大人所言极事 现在这个时机不适合开战 不如支出一些银两 缓和两国关系 太子 你怎么看 父皇 儿臣以为 孙大人所言有理 混账 你身为太子 人家打到家门口了 你还一味退让 若日后你当了皇帝 岂不是要割地 难道我泱泱大旗 就没有人能解决吗 陛下 微臣提议 要不要问问蜀王 来人 传蜀王殿下 儿臣参见父皇 混蛋 李月 又是李月 你非要跟姑做对不成 你可有解决马蹄磨损的办法 马蹄磨损 没有吗 啊 那倒不是 关于马蹄磨损 儿臣还真有办法 不可能 蜀王殿下 不要因为表现自己 而夸下海口 马蹄磨损 在历朝历代 都没有被解决过 你蜀王殿下 又如何能解决 哼 你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就被带来 就算你背后之人 再厉害 帮不了你 孙大人敢与我一赌吗 赌什么 听说孙大人手上 有几座铁矿 不妨 我就用细盐的配方 和你赌 可以吗 似乎不亏啊 此话当真 当真 好 老父与你一赌 蜀王切莫后悔 既然如此 父皇 那就请父皇和诸位大臣 与儿臣 到教场一趟 好 诸位爱情一起吧 儿臣参见父皇 老三 你的东西呢 唯离父皇 请稍等片刻 儿臣已经叫人聚办了 蜀王殿下 不会故意拖延时间吧 孙大人说笑 什么声音 老三 你的解决办法呢 儿臣已经解决 蜀王殿下 真会说笑 为何我没有看到 您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只看到了一匹马 难道蜀王殿下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买匹马 李将军 您是马上将军 可以看看 这马可有什么名堂啊 蜀王殿下 您说的办法 莫非是这马蹄上的东西 无错 这是何物啊 回禀父皇 儿臣称他为马蹄铁 马蹄铁 李将军 这里面你的马术最好 你骑上去试试看 是 陛下 李将军怎么样 非常好 微臣觉得 速度比之前更快 抓地更稳 而且这马蹄 是一点阴阳都没有 这混蛋 又让他成功了 好 好 真不愧是朕的麒麟子啊 蜀王李悦听旨 是 蜀王李悦 进线火药 后线马蹄铁 打工于大旗 封左旗将军 统领左旗军 儿臣多谢父皇 老三 虽说你研发出火药 但毕竟是个新奇的玩意儿 这里面没有人比你更熟了 你就去左旗军 为大旗练兵吧 是 儿臣领旨 好 好啊 孙大人 您答应我的铁矿山 可千万别忘了 马儿啊 你说为啥李悦那小子要来练兵啊 陛下这是疯了吗 老臣 管好你的嘴 陛下也是你能妄议的 可是 可是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说实话 我也不是太理解陛下的这个决定 这不是瞎胡闹吗 一个娃娃懂什么练兵啊 我依稀听见有人对我不满啊 蜀王殿下 请来吧 蜀王殿下 刚刚都是老臣口无遮拦 还请殿下恕罪 是啊 殿下 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说话 您不要在意啊 无妨 我这个人啊 不像太子 没那么小气 既然来了 我们也不能混日子是吧 走吧 看看营房吗 殿下为何要去营房 看看将士们的日常如何 走吧 是 是 所有的营房都是这样吗 殿下 营房不都是这样吗 内务杂乱 难道程将军平时就是这么整顿军纪的吗 依我看来啊 做骑军也不过如此吗 不就是内务吗 有必要吗 有什么必要 程将军懂什么是军纪吗 没有铁一样的纪律 怎么会有铁一样的军队啊 难道我大旗的将领 都是像你这样的废物吗 殿下 殿下虽为陛下风策 但如此折辱一个有功将领 未免有些不太好吧 程将军不服啊 不服 老子练兵的时间比你年纪都长 蜀王殿下 凭啥说俺不会练兵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比试一番如何啊 好 老程 无妨 我们就比练兵 为期为一个月 谁输了 给谁当贴身护卫如何啊 好 俺老程赌了 一言为定 老程 准备的怎么样了 今天陛下可是亲自过来 你可千万别掉链子呀 放心 保证万无一时 那就好 蜀王殿下那边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具体不太清楚 那边疯了不让看 但最近几日搬了不少烂幕庄 说是搞什么体能训练 不知道怎么样了 但依我看都是些花把式 中看不中用 嗯 那就好 记住 一会儿陛下来了 切勿得意忘形 等陛下见到蜀王大师所望之后 自然会叫他回去 放心吧 保证没问题 微臣参见陛下 要为爱卿免礼吧 是 李将军 蜀王呢 回陛下 蜀王正在练兵 哦 我们一起看看吧 看看蜀王练得怎么样了 是 对了 我听说蜀王练了很久 还搞什么体能训练 你们知道吗 陛下 蜀王那里封锁了训练场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我听说你和老三打赌 按谁练兵练得好 怎么样 有信心吗 陛下 放心 老臣别的不敢说 这练兵连老李都不如我 好 有信心就好 这是什么情况 陛下 这就是蜀王说的 练兵 哦 原来如此啊 都是些花架子 有什么用 蜀王殿下 难道真的会练兵 这蜀王竟然真的没说大话 他真的会练兵 嗯 不错呀 稍息 李征 老李 你练兵能练到这种程度吗 你刚刚不是说你练兵比老子强吗 我就吹吹牛逼去去 你别认真嘛 哎 老李 我总有一种好像被坑了的感觉 儿臣参见父皇 他人定不负父皇期望 为大齐添砖加瓦 好 说得好 蜀王殿下 末将认输 从今日起 末将愿为殿下 要全马之劳 哎 程将军严重了 咱们都是为了大齐 何必如此 很好 不错 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是太子 我才是太子 殿下 也许未必有我们想的那么差 李悦现在在百姓中就是众望所归 现在父王要给他兵权 他难道不知道我是太子吗 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吗 也许 陛下要动真格的了 是什么意思 也许陛下会废楚 那不可能 那根本就不可能 我是敌长子 他皇位不给我给谁呀 给蜀王那个废物吗 您上次为世家说话 已经激起陛下的部门 再加上蜀王的一军突体 换作是谁 对这个位置都会重新考量的 既然你不忍 就别怪我不义了 这个混蛋 我的陛下 我这么做都是你逼的 那就别怪我 李悦 孤歌你不死不休 老妖啊 坐一会儿妖就不行了 这回去还得让夫人按一下 不会有人知道吧 真奇怪啊 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呢 好像还有声音 你别闹痒 你别闹痒 你别乱动 一再动我怎么找不到位置 你让我扣扣 扣一下就好 爽 你说你这要让我爹看到了 你就死定了 你放心吧 你爹呀 现在正在当职呢 绝对不会回来 你放心我算好了 那也不行 这大白天的 不好 这要怎么了 你是我夫人 我是你夫君 那我摸摸你 这天经地义 哎呀 李悦你个混蛋 放开我女儿 老头 岳父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打死你我 岳父 打死你 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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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老子岳父 老子废了你 好好好 我不叫你岳父 但我给你讲道理 岳父 我跟舒涵呢 是被皇上赐婚的 你要怪啊 就去怪皇上 你这样来回追我 也没用啊 是吧 行 老夫和你说个正事 老夫发现 孙无极和东宫 有点动静 似乎有不安分的样子 不安分 难不成他们想造反呢 这不知道 这不得不防 这老夫有一点很清楚 若你造反 陛下不一定会死 但你会死 你明白吗 明白 那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了 毕竟啊 我还没娶媳妇呢 我可能死 爹 我跟他一起回去 胡闹 赶紧回屋去 爹 我是李月未过门的夫人 虽然我现在还不是 但是我认定他了 他要是死了 我也绝不苟活 舒寒 大了 随你们折腾吧 老夫也不管你们了 岳父 爹 慢走啊 谢谢 谢谢 蜀王殿下 好久不见 孙大人 您这是何意啊 擅闯王府 你不会是想要造反吧 谋反如何 不谋反又如何 我不妨告诉你们 现在整个皇宫的禁军 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下 这局 我明定了 你竟然真的要造反 不过孙大人 您造反您去皇宫啊 来我王府做什么呀 李渔啊 要怪就怪你太出风头了 你说你普普通通做个皇子 不好吗 为何非要嵌入这夺敌之阵 你以为你能赢吗 哼 说实话 我原本不想对你动手 但是你居然把主意 打在我们孙家的铁矿 我还能饶你 孙大人此言差异啊 这事分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每次都是您先动的手呀 李渔啊 事到如今再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劝你们束手就擒 你们想要动我夫居 先过我这关 没事 有我在呢 董小娘子 我劝你还是退下 你也在我和董尚书 这么多年的交情上边 我不想动你 有个问题我很费气 您说你已经是丞相位级人臣 为何还要造反 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告诉你也无妨 其实皇帝早就有罢出我的想法 但我不甘心 所以呢 只能找到太子辅佐他 但是没有想到 太子实在太无能 居然连自己的位子都要保重 所以呢 我就窜得他造反 一劳永逸 孙大人啊 此言诧异 其实并非太子无能 是你们太无能 老夫 懒得与你口舌之争 不过老夫有个问题 想要问你 在你背后出谋化色的人 到底是谁 如果我说我背后没有人 你信吗 你还要做挣扎事吗 死到临头还嘴硬 那无妨 反正过了今天 一切都会尘埃落地 你真的就以为你赢定了吗 孙老匹夫 想不到老子在这儿吧 是 这怎么可能 怎么样 孙大人 还要负于顽抗吗 你 孙大人不服 孙老匹夫 平时就看你不顺眼 不到 今天你点反了 你早就知道 就你们那点小动作呀 早就被发现了 你 你就不怕我和你同归于尽吗 你不妨试试 是你逼我的 终枪是 就我杀 放下兵器 降兵不杀 来人呢 拿下孙武吉 就算你抓到又怎么样 现在整个皇宫 都是太子的人 金军也是 今日我们必赢 我劝你 还是放了我 太子登上皇位 你一样还是放了我 否则 你们必死无疑 孙大人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 我的身后也有后手吗 孙大人 孙丞相 你未免太想找我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来人 走 放开我 来人 外面到底发生了何事 地下不好了 太子反了 真决杀人了 太子竟真的反了 父皇 逆子 你真的打算师父篡位吗 不敢 我只是希望父皇能够退位让贤吧 任立你为太子对你不薄 你就是这么对阵的吗 对我不薄 你跟李月民心的时候 可曾想过对我不薄 你跟李月兵权的时候 可曾想过对我不薄 你当众辱骂我表扬李月的时候 可曾想过对我不薄 那是我对你的鞭策 你身为太子 难道这点容忍质量都没有吗 他可是你的亲弟弟呀 他不是我什么亲弟弟 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任何阻止我登上至孙之位的人都得死 父皇 不瞒你说 李月帕氏已经死了 是不是孙无极让你干的呀 是又如何 孙无极他是在利用你 孙无极精通算计 你以为就凭你 就能够制服他了吗 那又如何呀 你不给我皇位不代表没有人不给我 只要能登上至孙之位 又如何 已经失了志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呀 父皇 还是乖乖束手就擒 不要逼儿臣亲自动手 当真以为你赢定了吗 不然呢 现在禁军都在儿臣手中 说儿臣实在想不到 父皇还有什么后手啊 也罢 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来人都出来吧 李琪 你果然造反 李玥 不可能啊 你不是死了吗 李琪 你果然造反 李玥 不可能啊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父皇 儿臣救驾来迟 还请父皇恕罪 免礼 是 你怎么可能会在这儿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死了 末将成心参见陛下 起来吧 是 今日多亏成将军 日后必有重伤 多谢陛下 李玥 李玥 大哥 啊不 李琪 本事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何必呢 何必 你问我何必 要不是你步步紧逼我 我何必如此 我没有逼你 我只是做我自己的 每次都是你们找我麻烦 我本无意啊 事到如今了还胡乱攀咬 逆子 你有今日 全部都是你咎由自取 来人 把这两个乱臣贼子戳入天牢 是 你今天做得很不错 如果不是有你 今天真的是危险了 儿臣不敢 只是 刻进职守罢了 罢了罢了 你们先退下吧 真累了 是 对了 七天之后是好日子 你和董家那姑娘 就在那天完婚吧 多谢父皇 下去吧 是 父皇 至尊之谓啊 是你啊 没想到第一个 进来看我的人 竟然是你 大哥 我本不想与你为敌 都是你逼我的 你也不用得了便宜 还卖乖 若不是你背后之人 姑怎么会输 进来吧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父皇 父皇 我要见父皇 父皇不想见你 你胡说 你胡说 我可是太子 我是 我是太子 李悦你要谋杀太子吗 你要谋杀我吗 你气 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我其实不是李悦 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真正的李悦 已经死了 你 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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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别走 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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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李悦 殿下今天真好看 那是 也不看看本王是谁 该说姑了 殿下还没习惯吗 很难习惯的 这才一年不到 成太子了 当太子不好吗 那倒没有 就是有些感慨 可能这辈子 我都回不去了 好了 殿下 该去接太子妃了 要是去晚了 耽误了及时 要惹太子妃不高兴呢 姑现在可是太子 姑会怕她不成 对了 殿下 刚听外国使臣来说 进攻了一匹榴莲 然后全被太子妃拿走了 听说只是拿走了皮 什么 我靠 这不山泡吗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袁 物丹 伤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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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 对 对 还是